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一千一百零一回 这些光丝看似鲜细如芒啊 但是鸡射却奇快无比 几乎只是一个闪动的功夫呢 就立刻射到了整个广场各处 竟然形成了一张黑蓝色巨网将整个广场都照在了旗下 下一刻呢 一阵低沉的轻响从广场各处连绵发出 死亡所落低空处啊 一团团颜色各异的光芒纷纷是暴力而开 突然一股异样的空气波动冲天而起 四往下方的虚空中 一阵扭曲变形 随着广场中心处的景色略模糊之下 显出了一扇白蒙蒙的高大的光门 寒历一见此门呢 神色一动 但是毫不迟疑的身形一动啊 化为了一团模糊的虚影 在原地不见了 下一刻呢 光门前轻颖一闪 寒历呢 就已经没入了其中 那只巨猿傀伟啊 身形一晃 也紧跟了进去 几乎在傀伟刚一在光门内消失的刹那之间呢 原地西空中漂浮的黑蓝色的光球一声嗡鸣 表面一芒一阵流转 化为了一团刺目的光芒 只爆裂了太阳 原本笼罩整个广场的巨大的丝网 丝毫征兆没有的 一下子寸寸碎裂 并化为了点点灵光 就此溃散不见了 于是下一刻 那扇高大光门 白光狂闪了几下 附近虚空扭曲模糊 也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广场中的一切 全恢复到了和先前一般无二的模样啊 不过 杭队和那只巨猿傀儡呢 已经是踪影全无 仿佛从来没有到过此地一般呢 与此同时啊 店门外的石阶处 石坤已经距离山顶不过百余街了 已经能隐隐约约的看到了大厂的店门 而流水也来到了数百街处 两者因为已经知道 韩丽进入了宫殿中 神色反而冷静下来 韩丽将微眯的双目重新睁开 看清楚了自己眼下的处境 从光门中出来的她 赫然呢 身处那座紫金大殿的正前方 主殿之门的看似普通 同样是用紫金材料筑成 这有一些粗犷的简单的花纹 明印表面 倒是大门上方啊 有一块七八丈长的巨大的牌匾 上面书写着几个金色古文 韩丽宁神细望之下 心中不禁一动 这些古文虽然说没有办法认出什么 但给其一种和银科文差不多的熟悉的感觉 应该是那金传文不错了 可惜啊 灵界中懂得金传文的人实在是稀少 他始终的无法得以学习 否则也许从那几个古文上 能够看出一些什么东西出来的 韩丽心中如此思量着 目光呢 在紧闭的大门上望了一眼之后 就神念一催一旁的巨猿 傀儡大步向前 迈过了几个阶梯 就到了主殿大门处 双手一抬按下了门上 准备和先前开启宫殿大门一般的一推而开 嘿嘿 但是这一次呀 韩丽的谋算 显然没有办法达成 落空了 巨猿双手啊 刚一接触看似普通的殿门 突然从门上 传来了几声低沉的雷鸣之声 随之轰隆隆之声是连绵传来呀 一股毁天灭地的气息从门上喷着散出 不好 虽然说离大门足有十里让远呢 韩丽一见此情景的心中也是暗叫了一声 想都不想的体表同样的一声霹雳啊 浮现出了一层清白为衣将其护在了其中 他接着呢 上半身一扭下半身未有何举动 但是双足一闪向一侧滑了出去 动作无声无息犹如鬼魅一般的 几乎同一时间 主电大门一片耀目紫芒闪 动物组一的紫色电弧浮现而出 一闪之下就化为了数十条紫蛇 从门上击舌而出 并在咫尺的巨猿傀磊 瞬间就被电光淹没了 化为了一股清烟消失不见了 而这些紫色电弧丝毫停下之意都没有 一个弹射竟纷纷的奔躲到一侧的寒厉机去 仿佛本身就有灵性一般呢 寒厉脸色为之大变 若是没有尽空尽致 他自然可以使用各种神妙的顿术 从容的比开 但是现在呢 没有办法腾空情况之下 就算他肉身再灵敏 也绝对没有办法 多开眼前霹雳一击啊 心念急转之下呀 他急忙手一抬 一面晶莹的小顿挡在了身前 光芒一闪 小顿一下子化为了仗许之巨 接着韩力身上的一股黑气翻滚之下 一件猙獰异异常的魔甲 在清白电弧笼罩中献出 将韩力的身躯呢 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正是那件修复完毕的天外魔甲 紫色电光大放之下 数十条紫蛇呢 一头就撞击在了最前面的巨盾上 这面水晶盾牌 可以扭曲攻击 曾经数次呢 在韩力手中是大展神威 力功不少啊 但是这一次却情形大不相同了 这紫色电弧明显的 和普通的雷电大不一样 以晶莹巨盾的神庙 竟然不过将三分之一的电弧 强行的从盾牌两侧一分而开 剩余的大半攻击啊 仍然结结实实的击在了皮上 紫色电光爆裂之下 一股灼热的可怕的气息呢 一下子就将巨盾淹没进了其中 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了 盾牌竟然在紫色电弧包裹之下 迅速的溶解 转眼之间呢 化为了透明的精知 只坠入地面中 不见了踪影 韩力心中骇然啊 不加思索的 单手一掐掘 身上雷衣呢 立刻轰隆的化为了一张 青白电网一解而出 和紫色电弧交织到了一起 雷衣形成电弧 使航力收取空中结云凝裂而成啊 微能自然也非同小可 远不是一般雷火之力可比的 但是两种颜色电弧交织狂闪几下之后 顿时青白之色 马上变想消失啊 竟被那紫色的雷弧 韵生生的吞噬了个一干二净 反而紫光呢 一下子大盛起来 韩力面色一白 急忙的双袖冲身前再次一挥 雷鸣之声再起啊 粗大的金色电弧 就要一弹而出了 但是此举呢 显然有些迟了 那些紫色电弧 突然凝聚成了 树道王口粗的紫弧啊 一闪之下 就狠狠地踢在了 韩力身上的天外魔甲上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韩力身形一个亮相 整个身躯呢 就被一道道紫色雷光包裹了起来 但是 他马上惊怒的一声低吓 身上魔甲一下子膨胀了起来 表面的黑色花纹呢 更是活过了一般的浮现而出 化为了密密麻麻的黑色符纹浮现而出啊 和那紫色的电弧呢 更是撞击到了一起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符纹 未能之大 却远超想象 和紫色电弧一接触之下呢 就双双的暴力而开 然后啊 化为了一股股的黑紫色的灼热的怪风 围着韩力一阵狂欢乱舞啊 当韩力的双足重新稳定下来之后 站着了身形之时呢 不光紫色电弧凭空消失 怪风也漠然的溃散不见 韩力长吐了一口气 叹了看身上的天外魔甲 心中不禁暗叫侥幸啊 要不是他此前先修复了这件魔甲 刚才的意外攻击 纵然说不能真的将其灭杀掉 但是重伤一场 那真的是难以避免了呀 不过就算这样 他也一副灰头土脸的模样 也着实有些狼狈啊 韩力叹了一口气 往地上那片晶莹的液体望了一眼 心中更是大感可惜啊 那水晶盾牌被毁成了这般模样 自然再也没有修复的可能了 望着那重新回归平静的主殿大门一眼呢 韩力目光闪动了几下 露出了迟疑之色出来 这主殿大门竟然设有如此厉害的静致 里面肯定呢 留有上古仙人看重之物了 但是 静致如此可怕 虽然他真的能破除 也绝非一时半刻就可以做到的 而如此长的时间在此地耽搁呢 等到时空二人也赶了过来 恐怕万替他人做了嫁衣 这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唱听网 有时候灵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心中既定 韩力不再犹豫了 当即身形一转呢 沿着附近的一条石路 奔离其最近的一间偏变 走了过去 想来 那里就算是也有禁止 也绝对不会像此处这般可怕吧 应该呢 有机会进入其中的 当然他在飞快行进的同时啊 袖子一抖 一团清光一飞而出 竟将另外一只巨人傀儡呢 也放了出来 因为前车之间 这只傀儡几乎是贴着地面被放出来的 倒是稳稳的落在了地上 韩力催动之下 第二只傀儡也大步的向一侧偏地而去 韩力呢 面无表情的紧跟其后啊 沿着足下的石路前进 倒并没有什么意外发生 韩力顺利的来到偏店前 这座偏店看起来呀 面积呢 只有主店的三分之一 但是无论是一样 还是所用的材料呢 都和主店一般无二 甚至连偏店之门 也不过缩小了几分的样子 在其上也同样有一个 新传文书写的牌匾 看着貌似古朴的偏店大门 秀中的双手安自一掐绝 低沉的轰鸣之声传出 金色电弧啊 顿时若隐若现起来呀 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 这韩力神色凝重的是一催傀儡啊 巨员呢 当即身形移动 同样两只搓大的手臂一抬 双手的直接从门上按了过去 韩力不由屏住了呼吸 嘎吱一声两扇大门缓缓地打开了 此门竟然丝毫禁止都没有的样子 韩力见此情形自然是大喜过望 不过呢 为了小心起见 并没有马上行动 而是仍操纵傀儡先自行地走了进去 当巨员傀儡走进殿中 仍然毫发未伤之后 他才真的放心下来了 当即呢身上灵光一闪 那几层俘虏所画的护照 瞬间的溃灭消失了呀 同时呢 两手飞快的一握拳之后 袍袖中的金色电弧 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他快步向前直奔偏殿大门而去呀 当韩力真的走进了偏殿中的时候 巨员傀儡则站在门内一侧 一动不动地守候在那里 目光飞快地冲殿内一扫 他将这里的一切呀 看了个七七八八 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意外之色出来 只见大殿正前方呢 赫然有一张洁白如玉的巨大的共桌 桌上树立了一个紫光闪闪的神龛 里面光芒闪动啊 隐隐呢 有一个模糊不清的神像 面对神像的方向呢 排列着数以百计的乳黄色的铺团 同时呢 大殿四角各放了一个青色香炉 一股淡淡的檀香气息充斥着整间大殿 这里竟然是一处仿佛寺庙一般的殿堂啊 此地道也不小 并且在两侧呢 还各有一个小门 还另通向其他地方的样子 韩丽目光飞快地在大厅中来回扫尸 最后落到了两侧的两排木架上 木架洁白如雪 隐隐地散发出了丝丝的寒气 竟是临界大名鼎鼎的雪木 此木可是炼制冰属性宝物的绝佳的材料啊 在这里呢 只是被当作一个普通的木架用来放置东西 这也未免太奢侈了一点吧 即使韩丽也有一些无语了呀 而架子上赫然摆放的十几件颜色各异的器物 远远的看去 有如意小钟等等 韩丽呢 声门一眯 神念就往这些器物上是一扫而过呀 结果呢 现实一呆 随之满脸惊喜之色 这些器物竟然灵气逼人啊 无疑不是最顶阶的半成品宝物 若是由原主人全部的炼制完全 纵然还不算是什么通天领宝吧 但也和普通的领宝相差不多了 最主要的是 这些宝物一看外形啊 就知道是那种拥有着特殊神通的冷屁宝物 当然了 即使他再花费一番手脚真的将它们炼制完全了 系练的效果呢 也肯定不如原主人炼制的那般强大 但就是这样 它们仍然算是灵界中的顶阶宝物 哈利袖子一抖 顿时一片清蒙蒙的光霞一飞而出 光霞扫过之处 这些器物全都被一扫而空 一次得到这么多威力不小的宝物 哈利心情大为愉快了起来 他目光呢 往大厅上再扫了一遍之后呢 头颅缓缓一滴 往在自己足下的一块铺团上望了几眼 突然口中发出了一声轻疑 似乎呢 又发现了什么 不加思索的朝地面 单手一抓 嗖的一声啊 这块铺团无声无息的落入了其手中 弹性直足 温良异常 并且一股精纯异常的灵气啊 是扑面而来 这是 哈利目光闪动了起来 铺团明显是用某种灵草编制而成 也不知道在此地呢 待了多少万年了 竟然到现在还保持着灵气盎然 他神色一动 似乎发现了什么 猛然间铺团呢 往鼻下一放 轻轻一嗅 结果竟然是一股淡淡的兴气隐隐现出啊 哈利脸色一下子变得怪异了起来 另一只手一翻转啊 星光一闪 一口三尺长的长剑出现在了手中 将铺团呢 往空中一抛 手腕一抖之下 一道森然的剑光一展而出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探索无间不摧的剑光一展到铺团上 整道剑光呢 立刻陷入了其中数寸深 随之呢 就被结结实实的一抬而开 铺团表面黄芒一阵流转 被斩出的剑痕立刻恢复如初了 明明呢 只是用草木编制而成的铺团 竟挡下了青竹风云剑的剑光 果然不巧 的确是传闻中的甲衣草 世间境真的有这般奇异的东西 单凭草木之身 就可抵挡飞剑飞刀等法宝的斩机 若是做成甲晝贴身穿戴 足可抵挡一剑顶阶的战甲 可惜的是啊 慈草最怕用火攻的 价值大打了不少折扣啊 不愧为仙人的住所 竟用这般珍惜的灵草来做铺团 实在是大才小用了呀 韩立将手中的铺团呢 翻来覆去的看了数遍 口中滴滴的自语着 但是脸上呢 满是淡淡的笑意呀 既然发现了这些铺团的价值 他呢自然不会将他们置之不理的 当即那一只漆黑的手掌从袖中一探而出 并且往地面上看似随意的那么一抓 顿时啊 一片灰色往地面一举而去 灰光闪动之间 数以百计的铺团均都无声的不见了踪影 整个大厅一下子显得轰荡无比起来 神念王储物灼中一扫 看到那些铺团均都整齐的堆到了一处 韩立满意的点了点头 像这种即使在灵界也已灭绝的珍惜的灵草 若是再多得几种的话 那就真的不虚此行了 韩立心中如此想着 长吐了一口气又深深的一息 不知是否错觉 檀香之气似乎比刚才更浓了几分啊 檀香 他忽然一扭头 双目有些发亮的朝一个角落的香炉飞快的望去 香炉中赫然还有半截烛香插在那里 但是颜色淡黄 也不知道已经放在那里多少年了 韩立眉梢一动之下 一下子朝此角落大步的走了过去 尚未真走得跟前啊 这神念就先往香炉一扫而去 但是马上眉头皱了一皱啊 此香炉呢 竟只是普通的青铜炼制而成 甚至连法器都算不上 这都让他有些意外了 高空目光啊 微闪了几下 人就走到了香炉处 低头吸引望了望 只有正常香炉三分之一的檀香 一股浓郁的檀香气息 正从此物上散发而出啊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传人修仙传 第11002回